北京时间6月11日晚,第19届上海电影节开幕,红坛阵容堪称空前强大。 不是每年都有范冰冰、张欣宇、霞露相逢这样的戏剧性八卦, 所以今年的八卦担当的重任落到了纠葛多年的谢霆锋和张伯之身上。 两人今年非没有金片破合《试控幽灵飞车》两部新片来上影节宣传, 不求上演红坛同框,先后走上红坛将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吧。 红坛前半程,小谢就戴着墨镜酷帅登场, 而倒数登场的《试控幽灵飞车》剧组却仅有男主角TOP撑上, 张伯之为何没来? 同样离席消失的还有三人型剧组的女艺号赵薇。 赵薇今日已经抵达上海,但红坛上三人型却变成了黑白双煞, 留下一身白西装的中汉良和一身黑的古天乐斗帅。 今年,范冰冰和风神传奇一起打头战亮相红坛, 最近公开练琴的林心如也一脸甜笑地带着魔伦一片登场, 还出三美独圈少威,遗憾。